九江南撞飛機車,少婦送醫現昏迷 花蓮送風箱,無業男子蘇正雄,前天下午酒後加車,行經送風路二段時,一面撞上22歲江姓少婦 少婦被撞飛兩公尺高,後腦勺著地,送醫後仍現昏迷 九江南撞事後下車查看,卻拿起手機打電話越走越遠,被消防隊員賀令,你給我贊助,要跑去哪 九江南酒測值高達0.8毫克,訊後依公共危險罪嫌,移送法辦 動新聞花蓮報導